最嚴重的就是整個中治村 就是整個中治村 因為整個中治村一整座山 現在只剩下一半 因為整個山頭到山頂全部被不見 完全不見 連土連什麼都不見 所以他們是還殘存的 土地盤散 真實發生的原因 我們知道山上慢慢降 所以他們等於還殘存還OK 能夠來這邊賣的至少都是還活得很好 然後活得很好 還有工產品的產品 那原本台青就有上課那時候跟大家講 原本我們今天是沒有來這裡採訪的 為什麼沒有來採訪 因為他們說他們沒有東西可以賣 不是不勤勞 不是偷懶 而是光來個兩個風災 然後帶一個雪災 根本都沒有東西可以賣 可以得賣不是不勤勞出來賣 那所以今天可以出來都是 運氣而且狀態都很好 那像他還有協助賣那個福山村的貴族村 因為他說他家在貴族村 這位阿姨是福山村的人駕到中置村 所以這樣子 那所以大家可以多問 很簡單直接就從農產品切入 然後大家原本在LINE裡面說想問的都可以盡量問 因為這些都是好朋友都有提問過 原本最早跟大家講說 如果人家不走不想理你怎麼辦 放心那個跟我切過 只是那些部分先切過 讓大家知道你要先心裡有力 不然的話 你們跟我上山問會一個答案 然後改天你們自己上山會是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因為沒有切好人跟人的關係 你要發現是不是我這個 怎麼會好像問一樣問一個 然後完全不一樣 阿仙哥會幫你一邊當 接下來可以解散機器 所以12點再控制 對 那這個要買夠 就辛苦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 樹的 你把它想成是樹種 對喔 okok 只是容器不一樣 謝謝謝謝